人稱自然間青稻腹的埋葬蟲是很重要的分解者 會將死亡小型脊椎動物去毛做成失球掩埋土中 育幼也促進土壤養分循環 不過國內研究團發現 莊海拔森林遭砍伐後日溫差加劇 導致喜歡攝氏16度低溫的埋葬蟲 反而不敵令營競爭 沈盛峰研究團隊對比中橫沿線 親近於太魯閣地區森林 發現沒了森林日溫差加劇 影響物種競爭 確切找到砍伐森林影響為氣候 與減少生物多樣性的因果關係 生物多樣性聽起來很抽象 但學者指出 埋葬酬若減少甚至消失 對生態會有具體且生成的衝擊 為了種植高山蔬菜開墾民宿 中海拔森林遭到砍伐 導致氣候與生態連鎖反應 小小昆蟲之時 可能導致養分無法回歸生成土壤 中研院研究團隊呼籲 對於任何高山地區的開發 都必須審慎評估 原視新聞綜合報導 浮不是 海拔森林遭區 在山西海拔森林遭區